第六集 東都鎮 寧下追雪之旅的勇闖大東北 如果還未看之前五集的朋友記得回去看 上集和大家玩完漂流後,我們就坐車來到延邊 車還未到酒店,我們就見到延邊的打卡勝地 就是延邊大學和網紅牆 坐了這麼久的長途車,第一站當然是去酒店檢查 先放下行李吧 大家好,我們又來到酒店開箱的時間 我們今天住這間酒店是華益卡爾洛斯酒店 Park Carlos 我們是住天子一號房 什麼是天子一號房呢?每層的No.1 看看間隔圖 一號房似乎是最大的 我猜這間酒店最大 不過這間房間真的超美 進來慢慢介紹一下 門口這裡有一塊鏡子 全身鏡子 出門前可以看完自己的錄影 連穿鞋的區域都有 很少酒店做到這樣 然後打開,有很大的衣櫃 雖然裡面已經放了物品進去 但譬如有遮蓋、拆鞋的用品、鞋鈔都齊 它的衣櫃相對大 還有長格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有點像是Service Apartment 因為稍後再進去你就太明白了 這裡有浴袍、洗衣櫃 這些是每間酒店的表配 下一個味道 為什麼它有點像是Service Apartment 因為這裡是有一個 鞋盤給你洗衣櫃 雖然它沒有路具 因為很少酒店會給你這些地方 當然如果是Service Apartment 它有路、有洗衣櫃 我們繼續過來 這個沒有插鈕 我覺得有可能是加濕器 然後基本上是水煲、水等 好,再繼續過來 裡面有雪櫃、有鞋盤 都是很基本的東西 雪櫃有很多東西 雪櫃裡面全部都是要付錢的 因為上面貼著消費品 好了,這邊的環境非常大 一應俱全 如果你在這裡生活的話 這裡有雪櫃 有這裡給你煮東西吃的地方 甚至你可能有一個電池爐 在這裡煮東西吃的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給你吃飯也好 坐在這裡做事也好 聊天也好 好了,看看這裡 這兩條超長的沙發 原來我用的條字 因為真的是條狀 起碼可以睡到兩個人 這樣看下去 我們繼續過來 接下來 到這邊就是 有一些很典型的床頭燈 給你開原讀燈、窗簾開關 這裡是電動窗簾的 還有 有不同的模式 譬如我們可以來一個 暗一點的舒適模式 或者 光一點的明亮模式 都是OK的 如果眼睛的觀眾 看到這裡有兩盒 分別就是 朗博的藍色盒子 和按摩的橙色盒子 他們用來做什麼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些香口膠 晚上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可能會吹一下波 玩一下遊戲 這樣用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裡 就是外面 都可以看到 這裡看到網紅牆 很出名的一個景點 然後還有的就是 一些建築裙 但是這裡很有趣 看出去的建築都很矮的 現在是晚上 所以看不到外面有什麼 現在看到很多燈 我們早上的時候 可能會補回一個 早上的日景給大家看 我們來到這張超大的King size床 兩邊都會有一些 燈控的位置 你可能會發現 為什麼進來這麼久 都還沒有說有電視機 其實電視機 要在這邊才看到的 看出去就是電視機 大概五十五轉左右的電視機 就到了這張床 我們繼續過來 看看洗手間 因為這個洗手間 都很大的 你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浸浴的浴缸 就是TOTAL的美品牌子 然後龍頭 我不知道它用哪個品牌 因為沒有寫著 寫著酒店名 有超大的梳妝鏡 我反而覺得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現在住的酒店 都會是這樣的狀態 譬如一邊是洗澡房 另一邊就是馬桶 但這次很特別 它是做全透明的 我想在這裡住的話 可能都是一些很親密的朋友 或者情侶 如果不然 就比較開心 一邊 一邊就很重 它這邊 是這幾萬的酒店 我相信都算是最美的 暫時來說 因為它是用電子的智能馬桶 應該是自動感應 開關 你看到它站進來 它都不開 就知道它不是自動感應 那怎麼開呢 用手 好 不玩它 自動馬桶 應該都是暖版的 好 你看到這邊的淫浴間 都是很帥 又是有洗澡 雨淋系統那些 我們這兩萬 就會住在這間酒店 我們現在坐標 就在延吉 未來這兩萬 應該就會周圍在這裡 鑽洞鑽下 聽聞這裡有很多 朝鮮族的朋友 還有外面 都很多韓國相關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 就在這裡遊走 我們繼續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在內地旅行 到底可以找到什麼 去玩、去飲、去吃 我們一會再見 IN就檢查完了 一程長途車之後 去到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很肚餓了 在內地找食物 除了大眾點評和美團之外 一定是要看書 這本書就是小紅書 綜合多方面的推介 再加上太肚餓的關係 我們找了一間 離酒店兩分鐘的韓燒店 叫做柳家園 以為我們不理好丑 但求就手 隨便找一間 怎知道這間店 好吃到不得了 還有很多人排隊 它只是接受walk-in 是不接受預訂的 說個秘密給你聽 我們在延邊的行程 還重複吃了這間店舖兩次 介紹一下 它的五花肉真的超級好吃 可以是必食的推介 肥瘦分明的豬肉 這份還會有專人來幫你燒賣和切開 它們的牛也很好吃 炒飯、冷麵等等做得不錯 可能我們是南方人的關係 在這裡稱得上行程中 暫時來說最好吃的餐廳 隔著屏幕,你感覺到嗎? 餓了嗎? 餓了嗎? 最重要的是 這裡的價格真的很親民 你看看這張單 我們六個人吃到捧著肚子 都只是660元人民幣 人均消費110元人民幣 價格足夠親民了吧? 提示一下大家 第一就是 韓燒店的通病 吃完後衣服很有味道 不過我相信選擇吃韓燒給你 應該預計了這個問題 第二 埋單之前 一定要去App 看看有沒有優惠券 可能省了不少 第三 吃飽可以問他們用雪條做甜品 寧夏天氣吃雪條很有感覺 如果真的覺得太飽的話 門口的等候區 還有一些啞鈴可以讓你舉東西消化一下 吃飽我們就回去了 由於今天的行程實在太緊臭 也有點累了 晚安 以上就是這間酒店的早餐 景觀都很不錯 吃飽就開始延邊的第一個正式行程 延吉西市場 首先一進去你會看到 這裡是可以買手信的 要跟朋友和同時交叉的觀眾千萬不要錯過 這裡的食物不算是最便宜 但當然也不算貴 如果想找些更便宜的 可以去另一個市場 叫做延吉水上市場 由於那邊的開關門時間比較早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 這裡的手信和小食都可以試吃 亦可以講價 買之前可以問問多少錢 不過也不要表現得太著弱 因為這裡的衣衣個個都是老江湖 你的樣子很激烈 叫人們怎樣減給你 還可以問問他們多少錢可以包遊 可以省回你的行李箱的位置之餘 有沒有試過你的手信 比你更早到你家裡呢 在這裡你就有機會了 除了手信之外 這裡也有很多朝鮮民族特色的產品 香料 廚具 泡菜 小食等等 應有盡有 這裡也有熟食區 可以讓你即場感受一下當地的小食 有關準食物 看看テレビ 你好 螢服 這樣再畫得太多 你們可以觀辯 sailed 吃完那板 的時候一定可以逛逛 按一下電話,又出去了,但是出去吃飯 吃什麼呢?來到延邊其實有很多韓國餐廳 作為怕熱氣的南方人,都不可以每一餐都煎炸燒 今次我們又是看書推介小紅書 去了一間叫吳士包飯 在現場等位都要等半小時左右 正正常上的韓國菜,沒什麼驚喜都沒什麼驚嚇 賣相不錯,味道不過不失,食物不貴 提醒一下螢幕前的觀眾,如果你是深夜看的 我建議你小心點,看到肚餓了 提醒一下,我們當日點的椰子汁 淡的程度應該可以用水去形容 只有聞得到,喝不到的椰子味 由於在短時間內吃了兩餐 所以我們決定走路回酒店 沿途會經過網紅牆打打卡拍照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延邊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簡稱延邊,又或者延邊州 千萬不要讀錯 是吉林省下的自治州 首輔是延吉 裡面朝鮮族人口佔了總人口的30.4%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路牌和招牌都有韓文字 它位於中、潮、鵝、三國交界 和日韓、隔海商網 這個州有很多威水市 它是中國的主要木材產區之一 亦是大型氧氣供應地 因為這裡的森林覆蓋率去到80%以上 盛產被譽為東北三寶的人參、綠蓉和貂皮 由於野生中藥材的資源豐富 它所在的長白山地區是中國三大藥材基因庫之一 延變人參產量佔到中國人參產量的80% 還擁有頗具規模的人參加工工業 不過如果想來買心的朋友就要小心 盡量找一些信譽好的商家 以免買到留意 這裡的網紅牆都非常出名 牆上面滿滿的招牌 有很多韓文字 這裡無論是招牌還是路牌 很多都是商譽的 政府對少數民族的保護也很好 網紅牆最密集最多人打卡的地方 就是大學城對面的位置 你會看到有很多攝影師打光燈地幫人拍照 當然要收錢 在這趟旅程 我們都看到很多這種跟拍的服務 相信都是一個新興的行業 再提提大家 晚上開了燈會比早上更漂亮 但是拍得到嗎? 就真的要看你的技術和你手上的器材 拍完網紅牆之後 都可以順便轉身 拍完延邊大學 這裡也是一個很值得留影的地方 這裡路邊有很多小食可以買 其中我就買了他們的冰糖葫蘆 回酒店試吃 去片 大家好 歡迎收體衝出來吃 現在剛才買了一些冰糖葫蘆 現在試一下每一個冰糖葫蘆 我吃這個 這個寫是冰糖葫蘆 其實它好像是山寨 挺好吃的 冰糖葫蘆 冰糖葫蘆 我小時候沒吃過冰糖葫蘆 因為 媽媽說髒 在街上黏塵 很像米 這也對 這些有些蓋子遮住 沒有太多層 不吃過 嗯 冰糖葫蘆 是100分 咬到它爆開有汁 裡面有一層冰糖 真是凍 現在試一下 爪啤 讓我分開第二 先 試到啤酒也好吃 但我真的是 皮子第一 試到啤酒第二 三三三三 這裡三元一寸 人仔 我覺得很划 完蛋了 拜拜 好了 今集的節目到這裡就完了 至於下一集去哪裏 就讓我買一下關子 記得留意下一集的內容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 按鈴鐺 有更新的話 你會收到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